放肆 方寒端坐不动 面对那一掌抓过来 吐出两个字 双目之中 击射出来了熊熊火焰 凝集成一座火山 向着手掌撞击过去 两两在空中相互碰撞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手掌完全被火焰山给撞开 撕裂 然后火焰席卷了过去 在剁乌祖师的身躯上 熊熊燃烧着 哎呀 剁乌祖师发出来了惨叫 全身都被一种火焰包裹 连诸天神物锻造的铠甲 都被直接融化 变成了一滴滴 好像蜡油似的枝叶 流淌在地面上 我和你拼了 剁乌祖师 全身元气大伤 怎么都熄灭不了火焰 一连运转了数十种功法 但是那火焰越来越猛烈 竟然在同化他的天军本源 他立刻就知道 遇到了绝对高手 超级强者 当下只有拼命 一声唬吼 他演化出来了一座巨大的国度 天巫之国降临到达了宇宙之中 对着方寒围困了下去 那天巫之国之中 处处都是乌气纵横 一尊尊的乌神王座 组成了神系 对着方寒施展出来了绝杀大树 各种乌术神通 浩瀚洪流 冲刷归来 把一切都归于沉寂 方寒看见笼罩而下的天巫之国 就是一拳打出 硕大拳头 洞穿万古 破灭十万大洲 使得大地露成 苍穹破裂 那天巫之国之就被打穿 拳头实打实地 轰击在了火焰缠绕的 剁乌祖师身躯上 碰 剁乌祖师整个人 如同炮弹一般地飞了出去 撞击在墙壁上 反弹回来 在地面上打了几个滚 身上的火焰在熊熊燃烧 不但没有熄灭 反而是越来越大了 剁乌祖师 黑乌祖师 石乌祖师连忙出手 催动无数 想扑灭剁乌祖师身上的火焰 可惜的是 这火焰反而燃烧 到达了他们的身躯上 使得他们手慢脚乱 方寒道兄 还请手下留情 剁乌祖师 不过是为了试探而已 黑乌祖师连忙道 哼 试探 一出手就是灭神之掌 分别是要的我性命 亏得我法力高强 就算是13个纪元修为的无敌存在 我都可以徒手斩杀 不过呢 既不如人的话 也是该死 这个天地宇宙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事件 好了 我就放过你们 方寒大手一挥 顿时那熊熊的纪元真火 收入了身躯之中 立刻三大乌祖的祖师 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这一下出手 方寒也对于自己的倒数得到了极大的认识 领悟大命运输之后 战斗力果然增强了数倍都不止 如果他现在去天界 寻找华天都 神秘的白衣使者 还有天庭诸人 天母 战争之主 都可以一一斩杀 甚至夺取三生石 原始之主的骸骨 现在我的修为 是不是直接到达天界中去杀人 这黑乌祖师 堕乌祖师 石乌祖师三大巨头 都不是我的对手 面对天母 我都可以守到勤来 现在去杀人 必定能够成功 我且来推算一下 方寒检验了自己的法力 发现修为强大 到达了可以完成一切的地步 就动了立刻下天界 去击杀敌人的心思 他首先推算的是华天都 因为可以肯定地说 那三生石 原始之主的骸骨 应该在华天都的手中 嗯 华天都的气韵 严绵不绝 我居然无法推算到 有可能是在融合三生石 却是不在天一母教之中 方寒推算之间 居然发现 华天都的气息闪烁不定 有的时候在天界 居然在这界上界 也就是说 华天都似乎 也来到了界上界中修炼 不过这也是很合理 那神秘的白衣使者 就是从界上界下去的 华天都既然要修炼 肯定会来界上界 界上界是一个 极好的修行之地 对于冲击境界 有非常好的帮助 方寒再次推算了一下 居然发现 天庭诸多人物 也有可能在界上界中 而且 混沌 永恒 灾难 杀戮等天君的命运 捉摸不定 似乎是要突破到达 另外一种极其强横的境界中去 是了 这四大天君 各个修为身后 都到达了九个纪元的巅峰 凝炼三十三天至宝成功 更是给了他们极大的境界提升 现在都需要直接修行 到达十个纪元的境界 到达界上界来参悟 是最好的选择 方寒立刻就明白了 九个纪元的修为 和十个纪元的修为 相差巨大 正因为如此 终结圣王 才是在诸多天君的围攻下 不知道打爆了多少天君 才被最终封印 看来 我的敌人都来到了界上界中 这样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元界在下方 十分的稳固 不过 我是不是考虑 把元界也搬到界上界来呢 方寒思考着 不过想了半天 还是算了 因为现在界上界有的东西 在元界之中也都有 永生之气也不缺少 唯独是没有仙王丹 不过现在那群弟子 已经有了足够的修行物质 需要的是沉淀 再多的物质砸下去 他们的修为不一定会有成果 然而太顺利了 有很大阻碍 就好像是天以母教之中 呼吸吐纳的是神话气流 结果修行实在是太快 天洁凶猛的一塌糊涂 很多弟子 都只能够停留在 无上天主的阶段 就是冲不破天君那一重关口 只要世界上界十分凶险 想一想 都有十五个纪元修为的 恐怖人物乾坤之主 什么十三个纪元 十四个纪元修为的高手 也可能有 方寒决定下来了 等寻找到方清雪 一起商量 才把元界搬到界上界来 怎么样 三位巫术祖师 愿不愿意做 纪元门的太上长老 方寒大马惊刀的端坐着 身下一尊永生之气 流转成的王座出现了 你 看着方寒三招两世 击败自己 如吃饭 喝水一般的简单 多巫祖师也明白 遇到了真正的高手 真的如你自己所说 可以撕裂十三个纪元的爵士高手 那你在界上界之中的修为 也可以排得上前十 这是无敌巨头的修为 我们巫族跟着你 也必定可以发扬光大 能够斩杀十三个纪元的人物 必定是十四个纪元修为的高手 这种修为 虽然比不上那传说之中 十五个纪元修为的乾坤之主 但是在界上界中 的确也是凤毛麟角 不过方寒是个怪胎 能够以十二个纪元的修为 斩杀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实力上 也和十四个纪元 修为的人物 相差不了多少 假以时日 只要他突破了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必定可以抗衡 十四个纪元的爵士高手 所以 面对强势的方寒 这三大巫师 也只能够俯首贴耳 十四个纪元的修为 是什么概念 足够可以把他们斩杀一万次 界上界 广阔浩瀚 高手如云 集中了天界所有精英 许多纪元之前的无上古董 他们也只能够算得上二流 如果打比如的话语 十四个纪元的高手 是王公贵族 那么他们就是相身 地位不能够比 能够和方寒这个大高手 搞好关系 求之不得 在界上界的修为 也无比的残酷 这个世界上 一切以实力为尊 当实力强横 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再多的阴谋诡计和反抗 都是徒劳 立刻之间 方寒和三大巫师 就达成了协议 三位巫术祖师 用巫门大势 对着那巫字进行诅咒 成为了纪元门的太上长老 而方寒则是给了三大巫师 足够的先王丹修炼 与此同时 三大巫师也给方寒 把自己积蓄的一些诸天神物 贡献了出来 让方寒提升修为 四大高手 就在这古巫城之中修炼 相互交流心得 同时 方寒向他们打探 界上界的一些秘文 还有远古的事迹 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修炼 方寒对于巫术的领悟 更加通透 巫术的本质是自然 接近自然 清静自然 比起倒数来 更容易借助天地鬼神之力 不过正因为如此 对于肉身元神的磨炼 就不如先到精纯 两者结合起来 更容易晋升 三大巫师 可谓是掌握了所有巫门的精髓 使得方寒更加地明白了一些道理 大约在界上界的一些厉害人物 他也知道了一些 修炼大约了三天 方寒全身的气息越来越浓郁 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三大巫师 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丰富了他的纪元神阵 尤其是他 自己对于大命运术的领悟越来越深刻 终于要开始蜕变 晋升到达十三个纪元的无上巅峰 不过 就在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形态 发生改变的时候 突然整个古巫城一声巨响 外面传达出来了滚滚声音 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 前来见过黑巫祖师 一起商议大事 无数的强横气息 刹那之间 笼罩天地 气息剧烈 横扫宇宙 几乎是让人怀疑是先王降临 方寒猛地站立了起来 就看见古巫城之外的高空上 两尊笼罩在神光之中的伟大存在 其中一尊 高官祈福 衣媚飘飘 古风盎然 而另外一尊 则是十分瘦削 全身的筋骨 没有一点杂质 如百炼神钢 多宝天君 和太上天君 第1561章 人字 方寒是久仰多宝天君的大名了 一直在世俗之中 就传闻 这位天君的大名 现在终于是看到了真面目 想不到多宝天君 居然是一个浑身受靴 没有一丝坠肉 精干如铁 带着鬼斧神功智慧的修饰 多宝天君的身躯 好像大自然的造化一样 全身的每一寸肌肤 都闪耀着光泽 是最为神妙的法宝 方寒看过许许多多的神物 但是都没有像多宝天君 这样的神奇 而且 他从多宝天君的身躯上 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深刻的境界 那就是天地一体的境界 多宝天君 是真正炼制法宝的大师 他把自己的身躯 都炼制成了法宝 威力精妙绝伦 和方寒相似 而且领悟了造化神器 才有的天地一体境界 这样一来 实战能力非常强横 甚至能够跨越境界杀人 而太上天君 方寒也是久仰大名 传闻之中 强大的无上大教 太上久倾天 就是这尊无上存在开创的 起源先王麾下的 最强天君之一 起源王朝 原本强横无比 就是因为有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坐镇 不过这两尊天君 都进入了界上界 不在天界之中 所以才让方寒 夺取走了风扇祭坛 破灭了整个王朝 看见两大天君来访 方寒突然心中一动 我毁灭了起源王朝 又把宝界都收取了 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这两人 恐怕是敌妃友 得看一看 他们到底是什么 目的前来 思量之间 方寒突然整个人 化为了一道微尘 气息完全泯灭在了 这古屋城中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似的 与此同时 屋门三大巫师 同时心灵中 都得到了方寒的生意 你们蓄意尾舌 看看多宝天君 和太上天君来到 是什么门路 不要透露 自己加入纪元门的事情 就当作我 从来没有出现过 好 三大巫师都心灵神会 轰隆 在方寒消失的瞬间 三大巫师就打开了 这古屋城的进法 冲天而起 迎接两大巫上存在 无论是多宝天君 还是太上天君 都给人一种 深不可测的感觉 嗯 三大巫师 你们的修为 又有很大提升啊 太上天君高官祈福 如上古真人 看着三大巫师 顿时眼神一动 也察觉出来了 三人的不凡 这几天 三大巫师和方寒 一起修炼 得到了不少好处 把以前一些 不能够领悟的道理 一一的领悟透彻 终于修行 到达了 融会贯通的地步 其实 到达了天君的境界 主要是靠境界的领悟 一旦领悟了境界 力量就滚滚而来 几乎是翻天覆地 呼吸之间 天地大力 就加持在身躯上 比如方寒一下 领悟了大命运术的奥秘 立刻永生之门中 命运之力 就降临到达身躯上 比吃了许多诸天神物 还要有效果 好说好说 最近我们三人修炼 有一些小小的体会而已 比不得多保天君 和太上天君两位 想必是再次提升了境界吧 三大巫师连忙招呼 一起在古屋城的殿堂之中 端坐了下来 不知道这次两大天君联手而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 有大事 要联合三大巫师 太上天君摸了摸胡须 脸色微微地移动 似乎是在组织语言 过了一会儿 才开口道 第一 自然是为了永生之门的事情 这一次天地大破灭 即将来临 喷射出来的神物 有极其强横的存在 必须要得到 才能够在下一个纪元中 称雄称霸 不养人鼻息 这一点 想必三大巫师已经知道了 这一点自然是知道 每一个纪元都要好好筹划 三大巫师点点头 不过 这个事情 也恐怕不能够使得 两位这样郑重其事的前来吧 第二点 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巫门也是一个好消息 多宝天君接口了 就是巫门的宝藏 再度出现了 你们巫道祖师的骸骨 一个巫字 都落到了一个人的手里 什么 三大巫师对望了一眼 纷纷站立起来 对望了一眼 点点头 立刻故意问到 落到了谁的手中 下界一个叫做方寒的人手中 此人非同小可 乃是一个奇葩 也是无数个大劫之中的关键人物 创立了巫园门 多宝天君 似乎是很满意三大巫师的反应 脸上显现出来了一丝笑容 哦 方寒 没有听说过 不是远古时代的高手 三大巫师再次故意问道 不是 是这一个巫园中诞生的存在 不过 你们也不要小瞧 这一个巫园之中诞生的 殿母天君 也是非常强横 你们想必也知道恐怖 全胜时候 掌握大命运术 就算是界上界的乾坤之主 都奈何不得 不过 这方寒的潜力 是比殿母天君 更为恐怖的存在 多宝天君道 好在他现在还没有成就巨大的气候 还在萌芽之中 这样 那我们速速下界 夺取那个巫渍 巫渍不能够落入那个人的手中 三大巫师猛地道 隐藏在深处的方寒 却是开始推算 我获得巫渍 是从分宝炎之中 而那分宝炎 就是起源先王赐给多宝天君的 最后落入了弥宝的手中 在转手到达我的手中 现在多宝天君故意提出来 是不是提前就做好了布局 布置下的一枚棋子 起源先王早就安排好了 看来 我似乎是得到了诸天忠无数先王的关注 这么说我是一个关键人物 绝对不是小人物转世 到底是什么人 按照道理我就算是先王转世 修炼到达了现在的境界 也早就应该领悟前世今生 更何况我领悟了大命运数 但是现在仍旧是一片空白 似乎没有前生 许多疑惑 当然在方寒的心中 不过他还是继续听下去 看看多宝天君和太上天君 到底是来意如何 也许 从他们的谈话之中 也可以获得一些 自己前世身份的蛛丝马迹 现在还不必要 方寒此人非常难以对付 虽然没有成就大气候 但是突飞猛进 连我秉承起源先王 布置下来的一系列棋子 都作废了 奈何他不得 太上天君接口道 造化先王 也早就布置好棋子 才对付他 但是也被他反客为主 不过现在造化先王 从永生之门中 就要回归 到时候一出来 震惊天地 修为不知道提升 多少个纪元的程度 我们要赶在他出来之前 就掌握方寒 才能够控制住局面 你们说些什么 我听不懂 那方寒到底是什么大人物转世 居然这么值得重视 连造化先王 起源先王都要布置下来 棋子对付他 三大巫师震撼道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 此人的身份神秘无比 义军突起 是无数个混沌纪元之中 大劫的关键 多保天军摇摇头 这次 我们前来 就是联合三大巫师你 去掌握方寒 不过 你们先不要去对付他 而是寻找到此人 假装抢夺他的巫字 然后就和他不打不相识 结成联盟 或者成为他纪元们的太上长老 然后就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你们放心 等待起源先王回归 你们作为卧底 我会给你们足够的好处 太上天军似乎知道 三大巫师要说什么 摆摆手作为卧底 你们就是掌握纪元门的一切动静 等待时机 获取此人的信任 在大劫到来之时 按照我们的意思 突然控制住他 或者他的手下门人 还有他的女人 以你们的实力 应该不难做到吧 这 我们都是堂堂巫门祖师 去给一个小辈 当做太上长老 三大巫师难难道 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羞辱 无妨 这是给你们的好处 多保天军手掌一动 一团无比璀璨的光芒 在不停地旋转 显化出来了一件宝贝 这件宝贝 是一个人形玉石 上面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 那玉石雕刻的精美绝伦 鬼斧神功 没有一点降气 是天然形成的人形 这个人形没有脸和五官 光秃秃一片 但是浑身上下 透射出来了一种人之祖的气息 上面那个人字 更是古老而伟大 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人字 传闻之中 诸天万界 流传出来的字体 有神物魔仙佛龙 无数个种族 但是以人字的潜力最大 人 可以一念成神 一念成仙 一念成魔 这 这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最神秘人字 三大巫师看见这个玉石人像上面的人字 语气都颤抖了起来 难道 这就是让我们做卧底的代价 不 是借给你们参悟而已 人字乃是当年 起源先王获得的 赐给了我 作为镇教之宝 给你们是不可能的 多宝天君摇摇头 而且 这人字上面 已经融入了我独特的气息 我一念之中 就可以操纵收回 不过你们如果参悟了这个人字 必定能够再度晋升一步 到达十二个纪元修为的程度 这样 我把人字给你们参悟 然后再给你们提供一亿枚先王丹 足够你们提升修为了 第1562章 偷鸡不成 上 当然 人字不给你们 不过这块神域精华雕刻成的无面人 你们却是可以炼化 当年起源先王从永生之门喷射出来的神物之中 得到了这一块神域精华 参悟人字 想雕刻出一尊世界上最为完美的人形 不过后来因为人性复杂 难以周全 所以才雕刻出来了这一尊无面人 其中包含了起源先王的无上意志和心血 一旦融入身躯 可以得到巨大的实力提升 多宝天君寻寻善诱 想要利用三大巫师去纪元门坐卧底 还有 你们在纪元门坐卧底期间 我们会给你们提供很多的先王丹 神物修炼 每一次和我们沟通都给你们足够的好处 而且是成之后 起源先王回归 建立无敌之王朝 你们都可以得到很丰厚的回报 在下一个纪元之中重新建立巫门永生无量 如何 太上天君也把一个个的封后条件开了出来 好 就这样定了 我们巫门三大祖师 为了获得巫字也就给那方寒去当一次卧底 三大巫师定下心来 结果了那个人字还有美玉精华无面人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此别过 我和太上天君还要去游说别家 亦有消息 我会通过这个人字来通知你们的 多宝天君说走就走 直接就飞了起来 和太上天君化为两道光芒 直接离开 两久之后 整个古屋城突然移动 方寒从虚无之中出来 他得到虚空二字 运用到达了淋漓尽致 连多宝天君天地一体的境界都没有发现 天地一体的境界是造化神器的境界 一旦修成 天地之间任何事物 哪怕是微尘中的细微结构都历历在目 根本无法隐瞒半点 所有虚空全部笼罩 但是 方寒却就在多宝天君的隐藏之中 大摇大摆地偷听了 而且还没有让人发现 如果多宝天君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有可能怀疑 自己的天地一体境界是不是失效了 怎么办 门主 是来对付你的 这个人字 三大巫师看着方寒 脸色极其难堪 现在他们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了方寒的人 现在却遇到了多宝天君前来 让他们当卧底 这从何说起 刷 方寒大手一抓 一道神光笼罩住了人字 其中显现出来了种种幻象 似乎在迷惑其中的感应 这个人字 说白了 就是多宝天君的一个分身 遗留在这里 对付种种情况 但是方寒却有办法破解 让对方的观察落空 方寒可是掌握幻境的无上之主 现在 他一道神光笼罩了人字 多宝天君如果感应 那么都是感应到的假象 根本无法查明到真正的情况 不要紧 这帮人是想对付我 不过却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人字非常的强大 我正好要冲破十三个纪元的无上修为 这次就把那个人字彻底练化 使得我直接晋升 突破瓶颈 方寒抓住每遇无面人 用手一抓 上面的人字就直接抓了出来 巨大的人字在空中闪烁奔腾 一股无穷的潜力 从其中散发出来 方寒张口一吸 这人字就被吞入了腹中 被大命运术包裹住 果然 他用大命运术感应 那字体之中 有多宝天君浓浓的天君本源灵魂烙印在其中 不过此时已经陷入了自己的幻境中 方寒的实力 本来就比多宝天君要强横得多 而且 他现在要突破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一旦突破 法力比起现在 可不是强了一星半点 换 方寒在空中 书写出来了一个个的大字 然后直接打入人字之中 和天君本源结合 不一会儿 一团闪烁着强烈法宝精华的宝光 就被从人字之中提炼了出来 落到方寒的手上 而瞬息之间 方寒把这个人字 就种植进入了自己的天君本源在其中 全身一震 一股气息就开始蜕变 虚空之中 无数的永生之气滚滚而来 凝炼成了晶体 大量地渗透进入身躯 一股足可以毁天灭地的气息 从方寒的身躯之中散发了出来 使得三大巫师都连连后退 最后退无可退 只能够匍匐在地面 好像鸭扁的蛤蟆一样 门主 不要再释放气息下去了 我们都受不了 多巫祖师连连道 恭喜门主 终于突破了13个纪元的修为 假以时日 14个纪元也不是不可能突破 总有一天 会超越乾坤之主 成为这届上届的主宰 使巫祖师艰难地恭维着 嘘 方寒缓缓收了气息 这三人的压力才减轻了 他得到了人字 冲破后一关 到达了13个纪元的修为 一股纵横无敌的信心 油然而生 在戒上戒中 也算得上去绝顶高手了 不过他不满足 要再次提升修为 到达斩杀那个 什么乾坤之主的地步 现在的方寒 已经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的头上 他的大事已经养成 这无灭欲人 你们拿着 炼化了 也有巨大好处 还有 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给你们的好处 你们尽管收着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就是带着所有的财产 立刻到达天界中去 寻找到纪元门 加入其中 将计就计 如何 方寒随手把无灭欲人 丢给了三大巫祖 谨遵门主法御 三大巫祖对于方寒 现在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心理了 13个纪元的修为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抗衡得了的 仅仅是半天时间 三大巫祖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连同三座巨大的城池 都收了起来 然后下界去投奔元界了 方寒在三大巫祖的身上 布置下来了自己的灵魂烙印 倒是不怕元界中人不认识 有了三大巫祖的加入 一些想攻打元界的人 必定会有一个惊喜 这三大巫祖 虽然远远不如方寒 但是现在每一专的修为 都相当于战争之主 天母 联合起来 只怕是成为了天界最大的一股势力 虽然比起戒上界来说 却是算不了什么 方寒计划好了一切 看着三大巫祖离开戒上界 也飞升起来 离开这里 与此同时 戒上界的路上 两尊伟大的存在 一边赶路 一边说话 正是太上天君和多宝天君 多宝 你把那个人字给了三大巫祖 万一他们带到元界之中 被方寒看穿了怎么办 此人手段无比高明 而且修为与日俱增 本来我都没有注意到他 在闭关修炼 但是一下醒来 他就已经成了气候 再也难以掌控 太上天君的脸色 有一些不好看 无妨 那方寒看不出来 而且 我可以通过人字 感受到一切动静 也是一枚棋子 只要三大巫祖宗 参悟我的那个人字 吸收了无面人美誉 就种植下来了我的宝贝种子 到时候我心念一动 就可以吸收他们全部的修为 他们越参悟人字 就陷得越深 最后成为我的忌品 多宝天君的语气 十分阴森恐怖 一切都置诸在握的模样 现在 我们去见谁 太上天君问道 一切 都你拿主意 九天玄女 黑白二使都在布局 应接造化先王的回归 我们也要布局 不错 要布置一个大大的局势 真正掌握方寒 等待先王回归 谁掌握了方寒 谁就有可能获得永生之道 多宝天君道 说来也奇怪 这方寒究竟是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就从起源先王 传出来的信息中得知 他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存在 大劫之中的关键 搞清楚了这个 我们也就是先王了 不过相对于天庭来说 我们起源王朝 还算布置了棋子 现在你的传说之杖 自由之意 都已经进入了元界吧 还有那米宝 太上天君 对于多宝天君的布局 是非常佩服的 不错 米宝 传说之杖 自由之意 都是我的棋子 而且米宝的父亲 宝主飞升 天杰也是我安排的 那雷帝天君 怎么感觉得出来 现在宝主并没有死 在我的掌握之中 再不停地修炼 以后出来 就是一个好的棋子 最关键的时候 定顶乾坤 多宝天君 脸色有几分得意 而且 还因为这个结束 使得方寒对于天庭有了恨意 不过 方寒也破灭了起源王朝 夺取走了风扇祭坛 这一点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太上天君摇摇头 本来 风扇祭坛 遗留在起源王朝中 是做镇压之用 早知道要便宜那方寒 还不如你我 进入戒上戒的时候 收取了 现在的实力 想必更强 这也是起源先王 遗留下来的一枚棋子 多宝天君冷冷道 风扇祭坛 是起源先王必生心血 你真的以为方寒 能够融入身躯 他不是先王 哪里能够炼化 现在他的身躯之中 融合了许多神物 什么天葬之官 诸仙之门 这些都是 许多先王布置下来的手段 为了争夺他 控制他而施展出来的 阴谋手段 第1563章 偷鸡不成 下 现在方寒的修为 到达了一种什么程度 太上天君问道 就在昨天 那白衣使者传递信息过来 说方寒的修为非常厉害 已经到达了 十二个纪元的境界 非常难以纠缠 就算是他得到了三生石 原始之主的骸骨 也奈何不得 多保天君摇摇头 所以 现在不能够去打此人的主意 得慢慢来 一个掌控不了 必定要伤人 真是胆大 这天庭的人 居然去感动三生石 和原始之主的骸骨 不知道原始之主并没有死吗 也进入了永生之门中 要是一旦出来 他们恐怕个个都无法逃走 天地宇宙之中 许多高手都知道三生石的奥秘 可惜的是 没有一个人敢打这个主意 一旦原始之主从 永生之门中出来 那就是大祸临头 从此之后 永无宁日 太上天君叹息一声 现在失去了先王 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敬畏 管他们的 反正就算原始之主回归 也和我们无关 而且 他们不择一切手段对付方寒 也正好让我们坐收渔翁之力 多保天君的脸上 阴谋之色十分浓郁 笑了起来 天庭这群莽夫 选择和方寒硬碰硬 而我则是逐步渗透 直接控制寄园门所有 甚至连方寒的女人 弥宝都要被我控制 她父亲 宝主在我的手中 还怕她翻天不成 对了 现在戒上戒之中 一些厉害的高手 十三个纪元 十四个纪元 十五个纪元修为的 无上强横人物 知道了方寒的事情没有 如果知道 万一也要把方寒抓在手里 那到时候 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太上天君道 起源先王给我们的信息就是 在这次天地破灭大劫来临之前 一定要控制住方寒 不能够 使得他脱离掌控 在永生之门出现的时候 整个戒上戒破灭 那方寒看到永生之门以后 就会真正明悟 然后爆发出来种种神威 这个时候 在他还没有彻底蜕变的时候 掌控他炼化他 就有希望真正地明白 永生之门的真谛 别的高手 应该不知道 不过这个消息也隐瞒不了多久 如果方寒没有晋升为天君 修为不高的时候 倒是可以隐瞒住 因为一些大人物 都不会注意到蝼蚁 但是他现在足足有了 十二个纪元的无上修为 而且还在不停地增长 就算在戒上戒 也是一流人物 怎么还隐瞒得住 现在纪元门大出风头 多保天君想了想到 尤其是他夺取了上古丹界 那丹界之主 已经转世归来 插那天君是什么人物 乃是乾坤之主的弟子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乾坤城中 重新修行 早就恢复了昔日的力量 当年造化先王破灭丹界 难道是真的杀不了插那天君 就是因为乾坤之主阻挡 才使得造化先王 没有下死守 你不说 我倒是忘记了这一点 丹界之主 插那天君转世归来 肯定会记恨方寒 他是乾坤之主的弟子 有可能就去通知乾坤之主 乾坤之主 那老古董何等人物 怎么会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只要稍微一推算 立刻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哪里还有不去 亲自掌握方寒的道理 太上天君道 这也没有什么 我们无法对抗乾坤之主 不过相信 起源先王会给我们足够的指示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静观其变 一步步布置下棋子 只要让方寒的纪元门中 所有的人都变成我们的 由不得那方寒最后不就范 这笔和他蛮杆要强了许多 我还得找机会 下界一趟 去见见弥宝 告诉他 他父亲保主在我这里的事情 一步步的转化 他变成我们的人 多保天君一步步计划 宛如国首布局 让人心寒 走吧 我们去游说另外的盟友 两大天君 风驰电掣 就要前行 但是 就在这刹那之间 忽然天色猛烈的阴暗了下来 一片片的乌云 把苍穹 大地 虚空 四周 陆河 八荒全部都笼罩 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霹雳震荡 几乎是世界末日来临 谁 谁封锁了这片虚空 弄出这些阵仗来 是消遣我们吗 多保天君脸色一变 大秀一卷 席卷天地 竟然要把这片虚空 全部都包裹在其中 直接消灭阵法 他有这样的实力 任凭对方布置什么大阵 他都是一招 连人带大阵都请拿了 但是 就在他的大秀席卷天地的瞬间 一道堂堂惶惶的剑气 虚空而来 一见惊天 竟然把他的大秀 什么 多保天君立刻吃了一惊 他的大秀这一卷出去 到底有多么厉害 自己最清楚 千百世界都在一果之中 那一道剑光斩破了他的袖子 又消失了 似乎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朋友 你是什么来路 我太上天君 自认为没有招惹你这样的敌人 太上天君神色凝重 向往四周 脸色很是不好 是吗 你们刚刚还在商量 如何对付 怎么把我的纪元门变成你们的 然后在大劫到来之前 把我控制住 怎么一下子 又变得和我无冤无仇了 一个声音传递了出来 随后在那滚滚乌云之中 走出来了一人 身穿金丝大袍 乘风而来 方寒 多保天君 太上天君一看 眼睛都直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在讨论阴谋算计 对方就立刻知道了 布下大阵来围困自己 这从何说起 难道方寒是全知全能的存在 来人正是方寒 他一路跟踪多保天君 太上天君 听见了两人的谈话 简直是把肺都差点气炸了 这两人居然这样的阴险 算计到达了自己的身边 甚至还算计弥宝 那传说之杖 自由之意也是棋子 到达最后 方寒把所有的事情 都听了一个明白 算是知道了 这些人算计自己 不是一天两天了 于是 他布置下大阵 要把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 彻底斩杀太上天君 多保天君 而且两大高手 抵运丰厚 法力高强 那多保天君 居然是天地一体的境界 如果真的能够斩杀 炼化进入了33天至宝之中 这套至宝 就可以真正领悟天地一体的境界 遇到了33个古字 也可以一一收取 方寒现在到达了13个纪元的修为 不过还并不稳固 如果吞了两人 就可以彻彻底底巩固 凭借两大高手身上的诸天神物 各种宝藏 就可以一举到达13个纪元的巅峰 以后再辛苦修行 到达14个纪元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他到达14个纪元的修为 大命运术 就会领悟得更深处 命运之力的奥秘 彻底开发了出来 就算遇到乾坤之主 也绝对可以分平抗礼 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 我方寒最不喜欢别人算计我 谁算计我 我就要弄死他 你们这是触犯了我的大忌讳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机会的 现在两条路给你们走 第一条 自裁 留下你们的屈窍 所有神通法力 我可以给你们投胎转世的机会 第二 就是负于顽抗 然后被我击杀 方寒勾了勾手指头 并没有最先动手 他看似并没有把多宝天君放在眼里 其实是已经严加戒备 随时都准备雷霆一击 多宝天君 这人非同小可 到达目前为止 比起方寒所遇到的每一个敌人 都要强大得多 那战争之主 天母都比不上 而且身上的法宝 深藏不露 最少方寒都已经感觉到了 数十件圣品仙器的气息 各个圣品仙器都十分的强横 要说天地之间 哪尊天君法宝最多 毫无疑问 就是多宝天君了 不然 他的名头是怎么来的 当年 他在闯荡出第一天君的名头 虽然和戒上戒一笔 有很大水分 但是因为法宝十分之多 几乎是随随便便 就可以布置一座法宝大阵 把人困死 自己毫发无损 而且多宝天君的身躯上 有一枚宝字 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 一尊神秘字体 传闻之间 他对于任何法宝 都有统治力量 任何人施展出法宝 他只要催动收宝诀 那些法宝就会失去控制 落入他的手中 此人是打破了生命极限的天君 足足存活了十个纪元以上 现在的修为 方寒可以看得出来 此人也只怕是突破了 十二个纪元的存在 如果在自己没有突破 十三纪元的时候 虽然能够击败他 但是却不能够斩杀他 但是现在 方寒仍旧有足够的信心 将其击杀 获得他身上的诸多法宝 方寒 你以为 知道了我们的阴谋 你就可以存活下去吗 你是应劫而生的存在 在结束之后 就要死亡 现在就算是再强横 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起源先王就要归来 如果和我们合作 也许有活命的机会 太上天君这个时候 已经镇定了下来 脸上显现出来了一种阴寒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也不辩驳 知道方寒已经洞悉了一切 不过他的语气却很是强硬 第1564章 击杀多宝 1 方寒一人 来围杀太上天君多宝天君 这两尊伟大的存在 本身也冒了极大的风险 万一杀不死这两人 就要彻底地 把两人推向对立面 到时候 圆界多了两个恐怖的敌人 很难善后 这两人可比战争之主 天母都要强大得多 在没有暴露之间 他们最多是对寄园门进行渗透 并不会攻击 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候 还会假装好人 出来帮助寄园门 但是现在暴露了 就彻底地死敌 撕开面具 开始杀人 所以 方寒在出现的一刻 就存了必杀的心思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多宝天君和太上天君斩杀在此 两个阴险的巨头 实在是太过卑鄙无耻 居然直接渗透寄园门 企图控制方寒的女人 是非杀不可 不过 此时此刻 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还妄想方寒回心转意 直接受他们的控制 方寒 我是多宝天君 大约诛天之中你也知道我的名头 你以为能够杀死我吗 就算是先王要杀死我都不容易 我有无上法宝替身之法 乖乖地和我合作 还能够有一条生路 我告诉你 你练就的三十三天至宝 迟早会再度被造化先王收回 除非是领悟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才能够彻底和自身融合 我可以帮助你得到这一点 多宝天君冷冷地看着方寒 一点也不惊慌 他实在是觉得 没有什么好惊慌的 因为多宝天君的一生 见过的大风大浪 实在是太多了 他跟随起源先王的时候 连造化先王 真理先王 鸿蒙道人 各种伟大的存在都看见过 现在的方寒实力虽然强大 但和那些伟大的存在 比起来 还是差了无数个等级 面对方寒 他感觉可以守到勤来 更别说是来杀自己了 轻轻松松就可以突出重围 还有 方寒 你现在动手 可不就真的和我撕破了脸皮 我的愤怒 也不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 就算是你依仗法力高强 可以在我的手上逃走 但是你的手下无法逃走 你的那些女人 也要一个个地 被我炼制成法宝 大约你知道 我最擅长是把人炼制成法宝了 祭祀人的灵魂 转化为宝魂 多宝天君受血精干的身躯 杀意十足 铺天盖地 威胁方寒 根本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 情况似乎颠倒了 不是方寒在围杀两人 而是多宝天君在逼迫方寒 形势逆转 就显现出来了 多宝天君的霸道和强横 不是有绝对实力的底子 不会说出这样嚣张而霸道的话来 是吗 方寒的脸色非常平淡 多宝天君 我久闻你的大名 的确是可以震慑万古 不过呢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样强大的身躯 天地一体的境界 如果融入33天至宝之中 会到达何等程度 我刚刚借助你的人字 突破到达了13个纪元的境界 现在如果斩杀了你 夺取你的宝字 那会到达一个什么境界 突破14个纪元 我很期待 你的身躯上 还有许多神物法宝 多宝多宝 我非常的期待 你到底有多少法宝 能够让我掠夺下去 什么 人字已经落入了你的手中 怎么回事 听见方寒的这个话 多宝天君陡然大吃一惊 他却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点 脸色大变之间 突然催动身上的神通 一道道的召唤咒语传递出来 但是无济于事 根本无法收回那个人字了 大约你做梦也想不到 早在你们之前 我就降服了三大巫术祖师 现在 他们都是我纪元门的人 成为了我纪元门的太上长老 人字也自然就归我了 方寒大笑起来 你的什么贤王丹 无灭于人上面的禁法 全部都被我破解 而且 你的精神印记 都被我愚弄 反而成为你的陪障 13个纪元的修为 你为什么成长得如此之快 明明造化先王的属下九天玄女 前些天来告诉我 你才十一个纪元的修为 短短猜不过数字 你就暴涨了这么多的修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上天君也恐慌起来 他发现 自己低估了方寒的实力 这一点 我自然不会告诉你们 不过你们死了之后 我会把你们的灵魂 都封印在法宝之中 那个时候 你们就彻彻底底地知道 事情真相了 方寒的笑意越来越浓郁 身上的气息散发出去 使得这一片的天地封锁 孤若金汤 根本没有任何人 可以逃跑得出去 当然也没有任何的人 能够进来 少说废话 方寒看来你铁定心思 要和我们作对 既然如此 我们本来想 缓一缓对付你的 现在那也就撕破脸皮 我会毁灭的纪元门 彻底地把你囚禁 封印 等待起源先王的回归之后 把你血迹 冲破永生之路 多宝天君大吼一声 动手 刹那之间 他的手上 就多了一口长剑 圣品仙器 用诸天神物锻造 这口长剑 金芒四射 锋利异常 稍微一震 甚至把天地都切割开来 虚空再见的锋芒之下 纷纷散开 窃虚 杀 多宝天君乘风欲剑 踏浪而来 脚下的虚空 居然衍生出来的波浪 以波波的潮水涌动 使得他浑身气息陡然争强 几乎有毁灭朱天 把天都炼制成法宝的气势 潮汐一击 轰隆 一箭击来 引动天地朝夕 夺宝天君指天踏地 滚滚而来 有鬼神莫测之无量神威 有上苍伟大无匹的意志 剑芒直指方寒心灵 方寒身躯一动不动 手上同样出现了一柄长剑 一剑迎了上去 两剑在空中碰撞 绞杀在一起 瞬息之间 千百万剑刺出 空中倒到剑芒纵横交错 宛如棋盘 蹦 一共刺杀碰撞了十万次之后 那神剑切须 突然一声惨叫 里面的剑灵死亡 长剑本体也寸寸断裂 被方寒大手一抓 化为一团元气 直接进入了身躯 方寒手持的是万物母剑 此剑无比锋利 可以把一切都转化为万物母器 切须神剑虽然是圣品神仙 但却远远不是万物母剑的对手 切须神剑 不过是多宝天君自己锻造的 万物母剑 却是造化先王辅助天母锻造 而出来的至尊神物 两者不能够比较 更何况 方寒在万物母剑之上 灌注了自己的命运之力 这就代表着这口神剑 成为了命运之剑 主宰掌握万物的命运 冥冥之中 直接就摧毁了切须神剑的气灵 使得这神剑 成为了方寒的腹中之石 反而使得它增添了功力 天道之轮 多宝天君神色一惊 却最终镇定了下来 并没有因为切须神剑的断裂 而失去信心 反而是一直越来越强烈 刹那之间 它再次变化形体 大手一抓 在身躯之中 直接升腾出来了 组合成为一体 化为了一套天道之轮 天道之轮 是远古圣物 多宝天君拿手的法器 不知道斩杀了多少 赫赫威名的存在 九轮一体 生生不息 几乎是可以破灭万古 掌握天道 令得时光回溯 天地沉沦 这一套九尊天道之轮 施展出来 是成套的圣品仙器 威力不就简简单单的 是九件圣品仙器那么简单 方寒从现在为止 就看过成套的圣品仙器 只有三套 第一套毫无疑问 是三十三天至宝 而第二套 就是八步浮屠 现在第三套 天道之轮出现了 轮转八方 威德无量 多宝天君催动着天道之轮 一举镇压下来 纵横切割之间 几乎是要把方寒封印的大阵 都直接镇破 脱身出去 太上天君 他一声大吼 太上天君也动了 两人联手 打出千万道神盲法则 攻击向方寒 居然要把方寒勇士镇压 不得翻身 太上天君的手段 也是凶悍无比 五指一张开 一座太上至尊 巨山大海 猛地崩塌下来 在太上天君的手上 出现了山字海字 掌握了山海之秘 这两大字体 也是从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存在 山 是代表着巍峨 伟大 而海字 代表的是 无量 无穷 广阔 浩瀚 山海二字组合在一起 有多么大的气魄 太上天君 每一掌都是山海之力 一般的天君 遇到了他的掌风 都要直接被阵的爆炸 尸骨无存 哈哈 好一个天道之轮 山海之力 不过你们以为 就这样一点点的手段 就可以对付我 那是大错 特错了 方寒在勇士的镇压之中 冲天而起 化为了一团神灰 左掌突然一动 九个鼓子 携带伟岸的命运之力 轰击在了九尊天道之轮上面 灵 兵 斗 这 阶 阵 列 在 前 九大鼓子 被命运之力催动 长大得如巨山一般 直接轰击 进入了天道之轮中 那天道之轮一下就爆炸 化为无数的碎片 全部毁灭 方寒一招之间 就毁灭了九剑圣品仙器 使得多宝天军损失惨重 第1565章 击杀多宝 二 九剑天道之轮 居然被方寒一击而碎 灵兵斗者 皆阵列在前九个鼓子 此时此刻真正展现出来了 强大的威力 方寒的命运之力 似乎有着把所有法术 都加强的神秘奥妙 传闻之中 经过了大命运术的催动 所有道数 尤其是三千大道 都可以发挥出 平时不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 强大的天道之轮碎片 全部都被方寒一下吸走 这一套圣品仙器的精华 直接被方寒吸收 进入了身躯 经过命运之力的洗礼 汲取 刹那之间 在纪元神阵之中再次还原 九大天道之轮 每一件都如日月一般 精美绝伦 威力强大 配合在一起 比起八部浮屠的 力量丝毫不逊色 这是多宝天军最为得意的一套神器 不过现在已经江山易主 成为了方寒纪元神阵的一个阵眼 很好 很好 我的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更加巩固了 方寒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非常欣慰 他近身到达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有一些虚幅 但是现在一连吞了切须之剑 九尊天道之轮 终于巩固了修为 向着十三个纪元的巅峰迈进 我嗯 就在方寒击碎天道之轮 吞起碎片 在体内还原 再次凝练成阵眼的时候 太上天君执掌的山海二字 崩塌下来 对着他的头颅进行击杀 山海二字 非常神妙 可惜的是 你不能够掌握 还是让我来吧 我要收集永生之门的所有古字 演化诸天虚无 打破亘古乾坤 方寒猛的昂起头颅 手掌再次催动 所有古字 全部都在掌中旋转 十二巫字 九字道密 六字真言 坟墓二字 母字 雷电 虚空 龙 日月 人 鹿 五行古字 甚至各种各样的古字 全部都显现了出来 方寒获得了多少个古字 足足有四五十个 现在一下之间 全部打出 满空都是大字 每一尊大字 都如太古星球 巨大闪烁流星一般 散发出来了光和热 砰 方寒掌握的古字和山海二字 对撞在了一起 那太上天君脸色大变 身躯连连后退 但是却被方寒直接追击而上 一掌打在胸口 破 太上天君整个人 如一只蛤蟆似的飞起 在空中四只抽搐 口喷鲜血 法则散乱 衣服破碎 本来是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老乞丐 是被方寒一招就击败了 方寒修炼了大命运术之后 所有神通威力 都足足增加了几倍 那些古字 就好像遇到了油的烈火 威力增加得不可思议 山海二字 漂浮在空中 被方寒这一掌 暂时震地脱离了太上天君的掌控 方寒哪里会肯放过 身躯如流星 一弹一射 直接就抓在了手里 使得和他抢夺的多宝天君 都一下落空了 山海二字一落到他的手中 顿时就开始跳跃 似乎要脱手飞出去 但是方寒强大的法力 一贯注进入其中 二个古字 就一主了 进入他的身躯 山字 如一座大山 镇住一切 海字 如一座大海 给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法力本源 融入了山海二字 经过大命运术一下洗礼 方寒都感觉到自己的法力浑厚了许多 连产生天君本源的速度都快了一些 也就是说 他现在炼制圣品仙器 灌注了天君本源 一会儿就可以恢复过来 山海二字 神妙不可思议 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再次巩固 方寒 你是要把我们以死相逼 多宝天君愤怒的声音 传递过来 战斗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在刚刚方寒抢夺山海二字的瞬间 他也飞了过去 把太上天君抢救下来 输入本源 恢复了实力 这一下交手 闪电一般快速 但是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也损失惨重 先后损失了切须之剑九套天道之轮 还有山海二字 全部都让方寒吸收进入身躯 成为了纪元神阵的阵眼 此消彼掌之下 两大天君顿时就落入了下风 我把你们以死相逼 你们若不是算计我 能够落到今天的下场 方寒神色不动 暗暗催动法力 天地之间那密布的阴云 更加强烈了 最后天空之中 巴掌大的雪花 一片片掉落下来 那些雪花的中央 写着一个个的沙字 沙气沸腾 由万古不灭的沙鸡 沙念 沙气 沙意 沙神 沙体 一切种种的沙之精髓 都显现在漫天大雪之中 虚空中 那暴风雪 每一片都带着沙伤力 降落下来 使得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连忙 撑起来了法力护照 才保护住自己 但是就算如此 方寒的雪花降落下来 每一片打在那光照上面 都发出了刀剑一剑切割的声音 宛如锯齿 打得光照连连响动 几乎是要把人破灭 连多宝天君的脸色都连连变动 方寒 你如此凶残 难道就不怕 启元先王出来之后 把你斩杀 多宝天君突然恢复了冷静 一面抵抗 一面狠狠地道 怎么 我不杀你们 启元先王从永生之门中出来以后 就不对付我了 多也还不如多杀了你们 把你们炼化之后 增添自己的法力 万一我也修成了先王 说不定启元先王想杀我 我倒是先把他杀死炼化 方寒暗暗积蓄力量 准备雷霆一击 他看出来了 多宝天君还有许多倚仗 似乎觉得自己能够逃出去 所以 他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多宝天君和太上天君逃出去之后 后患无穷 做梦 方寒我实话告诉你 你身上融合的诸多诸天神物 都是先王的手段 以后诸多先王出来 你就要土崩瓦解 现在速速地把那些诸天神物吐出来 重新修行 还有希望 否则的话你修行越深 那些神物成为了你的灵魂烙印吼 你想彻底被诸多先王掌握 可惜你还自己不知道 多宝天君述说出来了事情的关键 企图动摇方寒的心灵 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了 可惜的是 你们大约不知道 我已经开始领悟大命运术 虽然现在还发挥不出这门道术的真正奥秘 但是 只要随着力量不断增长 这门道术 就会最终地显现出来真实的力量 到时候 我直接以永生之门的力量 把所有的诸天神物 什么风扇祭坛 天葬之关 全部都碾压碎 化为无形 方寒丝毫不以为然 多宝天君能够说出来的 他都已经推算到了 什么 大命运术 你现在居然开始领悟大命运术了 这门道术 古往今来 传闻之中 只有殿母天君一个人会 你怎么会施展出来 难怪 传闻之中 命运之力洗礼过的神物 道术 都会发挥到达最大的程度 多宝天君的脸上震惊 再也无法保持出镇定 不过他的眼神之中 闪烁出来了无比的贪婪 一面说话 一面心中飞速地算计着 方寒此人 果然是大劫中的关键人物 不过 现在只能够动用命运之力 远远不能够施展出来绝杀大树 更别说 是召唤永生之门了 如果现在斩杀了他 我施展出各种秘术 或者是炼制成自己的身外化身 傀儡 或者是直接掠夺他的生机 融合他的气韵 我就可以变成大劫之中的关键人物 到时候修成先王 获得永生 也不是没有希望 他杀星陡起 怎么 多宝天君 你起了杀星 想斩杀我 获得我的气韵吗 这么说 我就更不能够放过你们了 方寒的脸上 显现出来了冷笑 一眼就看穿了多宝天君所有心思 可恶 多宝天君就说了两个字 脸上显现出来了一丝恼羞成怒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心思瞬间变化 就被方寒捕捉到 难道这方寒 是洞穿人心灵的怪物 多宝天君 我的命运之力无所不在 能够窥见你们的过去 现在 未来种种变化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可以随时的扭转 改变你们的命运 可以扼杀你们未来的道路 在我的手上 你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就是死 第二就服从 就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方寒的语言犀利 一字一字都诛心 斩进入了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的心灵之中 使得这两大天君 出现了心灵防线的波动 杀 终于 多宝天君知道这样下去 非要崩溃不可 他当机立断 不再说话 而是立刻出手 把自己的气势攀升 到达五道的巅峰 一拳击出 在击出的瞬间 多宝天君的身躯上 就多出来了一件铠甲 这铠甲全部都是墨绿色 似乎是玉石锻造 在上面写出了一个大字甲 铠甲的甲 那个甲字衍生了出去 居然凝聚成密密麻麻的鳞片 纹理 使得人坚固不可摧毁 而且 把多宝天君的力量无限提升 每出一拳 都伴随着山崩海啸 混沌破碎 苍穹崩塌的声音 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甲字 方寒一惊 不错 方寒 这就是铠甲之王 无数个纪元之前 一尊至尊的先王锻造的宝甲 甚至超越了 造化先王的天尊神医 我就让你看看 我的底蕴是什么 多宝天君拿出来了 自己真实实力 他的法宝 层出不穷 第1566章 击杀多宝 三 多宝天君身躯上的万甲之王 那尊墨绿色的铠甲 刻华 有从永生之门中 流传出来的甲字 而且 那铠甲的材料 也是传说之中 一种极其罕见 比什么天尊神石 太极神铁 都要罕见的玉王石来锻造的 玉王石是仅次于三生石的无上神物 锻造成铠甲 有提升境界 催动灵气 法力无限 精神无限 力量无限 种种功能 简直是开天辟地 破灭亘古 多宝天君的本身修为 方寒已经看了出来 只怕是突破了12个纪元的恐怖程度 现在穿上了 这万甲之王的战袍 几乎是可以到达12个纪元的巅峰 而且催动运用天地一体的境界 和万物相结合 居然从身躯上 击射出来了一道道的如意形状火花 这火花飞了出去 和满空大雪碰撞 纷纷化为乌有 在火光之中 多宝天君冲天而起 对着方寒一拳杀来 而太上天君身躯一动 九道仙光出现在背后 是上清玉清 太清灵清源 清须清华清目清 至清九道仙光 太上天君开创的门派 叫做太上九清天 其中九清的意思 就是代表九道清光 传闻之中 这九道清光 也是一次纪元混沌大破灭 从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九道仙光 每一道都有无敌之威力 刷灭乾坤 分化清浊 沉淀元气 开辟混沌 而太上天君 正是九道清光的主人 一旦施展出来 万邪不侵入 天君掉落 进入了清光之中 都得化为积粉和清水 磨灭一切 现在 九清护体 一气而化 大战方寒 方寒整个人飞了起来 如一条神龙 满空游走 首先就躲避了多宝天君一击 然后躲避了太上天君一击 使得两人的攻击 在瞬间落空 连环追杀 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星雨一止 多宝天君的手上 宝光闪烁 一道星河宇宙 从指尖释放了出来 密布了整个阵法之中 居然要掌破方寒的围困 破镜而出 群星陨落 方寒大秀一幅 顿时那凝聚成的星河宇宙 全部陨落 化为了流星 消失于无形之中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这星雨一击给瓦解 起源杀 多宝天君巍娥的战力 在空中长发散开 如瀑布一般 瘦削精干的身躯 刀削腹凿 鬼斧神功一般 他仰天召唤 浓浓的起源之力降临下来 汇聚成了无尽海洋 再次压迫向方寒 方寒 到底是怎么运用的 一道道的起源海洋 化为漩涡 密布空中 席卷而去 攻杀千万 千军万马 杀然浮空 方寒冷冷一笑 双手一批 以龙形虎月的姿态 在空中盘踞 身躯之中 立刻就涌现出来了一座宝塔 同样是天地一体的境界 把那些起源漩涡纷纷镇压住 一动不动 随后他五指一张开 一道巨大的龙头气流出现 大口一吸 这些起源之力 纷纷都投入了龙头口中 吸入他的身躯 怎么会这样 多保天军怒吼连连 起源之力 都被他吞噬 此源 出来吧 哦 在他的怒吼之中 一杆神兵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杆神兵 极长 足足有上千丈 四刀飞刀 四剑飞剑 也不是枪 也不是锚 也不是割 这杆神兵稍微一晃动 顿时无数的异度空间就产生了 这杆古老的神兵 不是天军能够炼制得了的 而是先王锻造的 无上威力的神兵 叫做次元 威力几乎不在万物母剑之下 次元是一个很古老宇宙中的术语 意思就是 神秘的异度空间 而这杆次元神兵 也是如此 稍微移动 立刻多保天军 整个人就彻底消失 化为了一片片的异度空间 神秘 广大 浩瀚 迷宫一般 方寒眼神一动 看见自己的法术 积在了那异度空间之中 一连破灭了上万重 但是那次元异度空间 无穷无尽 随生随灭 几乎是陷入了古老的次元宇宙中 不能自拔 所有的法术 都被异度次元吞没 敌人所有的行迹 都隐藏在神秘次元之中 不可捉摸 这就是古老先王神兵 次元的威力 身穿万甲之王 次元神兵 多保天军的称呼 可谓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收取了他多少法宝 他都会有更厉害的法宝出现 此人是方寒遇到过的最强对手 谁都比不上 甚至 以前所有的敌人加起来 都不如这个多保天军 鸿蒙 方寒催动了鸿蒙天道 立刻苍穹之上的乌云 就变化 成为了鸿蒙之气 条条垂落下来 凝聚成了弹壳形天幕 使得多保天军和太上天军 不能够逃出去 然后 他一步之间 就踏入了那无穷的次元国度中 开始寻找多保天军的踪迹 他的强横法力 勃然而发 到达哪里 哪里的国度就开始不停地崩溃 毁灭 化为乌有 然后寸寸燃烧 熊熊烈火五行之力彻底暴走 以他现在的实力 躋身进入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的法则 都根本承受不住 只能够被毁灭 破坏 方寒要以强大的力量 破除技巧 压制次元神兵 果然 他一进入那无穷的次元国度中 国度纷纷毁灭 他的神眼就看见了 挥动次元神兵的多保天军 还有驾驭九卿神光的太上天军 两人联手 正要对他施展出绝杀大树 雷霆一击 方寒 受死吧 多保天军 太上天军两人联手绝杀 元气组合 纠缠在一起 那次元神兵突然如鬼神一般 脱手飞出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方寒的心口 狠狠地扎入其中 要把方寒直接洞穿 乾坤一致 次元斩 以神兵为影 以乾坤之力为机设的力量 次元斩的威力 足可以把十二个纪元修为的天军都中伤 可惜的是 方寒是十三个纪元的高手 而且是巩固了修为 接近巅峰的人物 次元神兵刚刚接近了方寒的心中 他的心口就出现了一道漩涡 阻止住了神兵前进 但是 这次元神兵却不能够后退 仍旧是一寸寸的深入 方寒的手掌 凭空落下 就抓在了次元神兵之上 强大的手掌 五指擎天柱一般 握住了刺杀自己的次元神兵 从心口中直接拔了出来 方寒全身立刻喷发出来了机元真火 包裹次元神兵 居然就开始直接炼化 哼 方寒 我就这么让你炼化了次元神兵 那不是显得我多宝天军太过无能了 宝得威严 多宝天军的手掌上 出现了一个大如山月的宝字 这个宝字一催动 闪闪发光 次元神兵立刻就飞了起来 居然开始脱离方寒的掌控 陡然飞起 似乎一尊爵士大神在操纵一般 猛烈击杀 幻化出来了道道神隐 脚肉鸡一般 猛地洞穿 砰 方寒的身躯上 被次元神兵一击 震天巨响 爆发出来了震震天波 晶体神国颤动 却并没有伤害分吼 宝字在你手 操纵天下一切至宝 只怕不可能 大命运术 降临 方寒的双手一饮 顿时时间打出来了小宿命术 最后蜕变的手法 演化出来了大命运术 震荡不休 一道真正的命运长河 贯穿时空 降临下来 光芒璀璨 多宝天军 太上天军 甚至是这次元神兵的命运 都显现在了长河之中 命运掌控一切 命运主宰众生 方寒洪亮的声音响彻起来 开始催动大命运术的力量 那滚滚力量 猛地崩塌下来 淹没了次元神兵 那次元神兵 陡然一冲而起 在命运的长河之中挣扎着 企图挣脱命运的束缚 可惜的是 命运之长河 已经把次元神兵给淹没了 这感神兵 遭遇了灭顶之灾 不好 多宝天军脸色一暗 连连催动宝字 企图解救出次元神兵来 同时 他猛地对着方寒扑杀 要夺回主动权 可惜的是 方寒大袖一挥 一到无形的气墙 就阻挡住了两大天军的身躯 使得他们无法靠近自己的身体 随后 他一直点入了那命运长河中 直接把全身的法力 都轰击在了次元神兵之上 那感神兵 立刻颤抖 其中传达出来了尖锐的惨叫 多宝天军浑身一震 吐出来了鲜血 那个宝字上面 一层层的禁法 当场炸开 宝字融合了次元神兵的力量 也等于是一个巨大的禁法 使得多宝天军 完全对于次元神兵有掌控权 甚至对一切法宝 都有掌控权 可惜的是 遇到了大命运术 这个宝字 也无能为力 被方寒一一剥夺了封印 炼化次元神兵 次元神兵 为我所有 融入我身 化为阵眼 方寒手虚空一招 次元神兵从命运长河之中 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光芒 融入了他的身躯 紧接着 方寒全身一震 无数的声音传播出来 化为了层层叠叠的音符波纹 异度空间 使得方寒的法力 再度深厚了一层 第1567章 击杀多宝 次元神兵 远古一位先王锻造 领悟了一次元的真谛 从而锻造出来了 这一尊无敌神兵 比起万物母剑 更有一番神庙在其中 一直掌握在多宝天军的手中 但是现在 却已经江山一主 被方寒炼化 成为了纪元神阵的 另外一个巨大阵眼 现在纪元神阵的大阵眼 有天葬之官 风扇祭坛 诸仙之门 远古圣堂 三十三天至宝 八部浮屠 万物母剑 加上这个次元神兵 更加相得一张 其余的小阵眼 差一点的法宝 比如刚刚收取的天道之轮 窃须之剑 炼制而成的自由之意 传说之杖 审判之枪 这些圣品仙器 却都算不上强横 一得到次元神兵 方寒的力量 立刻提升到达了 13个纪元的巅峰 呼吸之间 更加强大的命运之力 滚滚而来 洞彻命运长河的奥秘 智慧深邃 深远悠长 而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 再失去一件法宝 力量更加削弱 危险至极 落入了绝对的下风 其实 现在方寒和他们交手 就已经算计好了 用大命运术为困 他们绝对无法逃脱 不过也不能够给他们 与死往后的机会 于是慢慢剥茧抽丝 一步一步地开始侵蚀 先是收取了 切须之剑 天道之轮山海二字 巩固自己的力量和修为 然后使得两大天君 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这是温水主青蛙 到现在 多宝天君终于领悟 但是却迟了 次元神兵 一落入方寒的手中 威能显现 批波斩浪 开辟前程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翻盘得了的 方寒 你好狠 居然一步步地 把我们陷入绝杀的境地 太上天君 再次和多宝天君 联合在一起 两人争气沟通 本源交换 循环不息 对抗方寒的气势 不过 他们明显气势削弱 节节败退 不错 在大命运之下 你们根本无法反抗 因为我直接操纵了你们的命运 操纵了神兵的命运 不管你们施展出什么倒数 什么法宝 都只能够成为我补品 现在我再次给你们一个机会 太上天君 你把你的九道仙光交出来 还有多宝天君 你把你的万甲之王 还有那个宝字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如何 你们手段高强 法力不错 我纪元门是缺少太上长老 投靠我 我一切种种既往不救 方寒练化了次元神兵之后 说起话来 语气缓和了一些 似乎要想招揽两人 什么 你肯化干戈为玉帛 太上天君听得神色一动 刚刚几个交手 他立刻处于下风 几乎是知道 如果这样战斗下去 恐怕真的要陨落在这里 他的法力 是十一个纪元的巅峰 和三大巫祖相差不多 要满打满算 也就高明一点点 却是不如多宝天君的战力 也许多宝天君可以逃走 但是他必死无疑 不错 和三大巫祖一样 做我纪元门的太上长老 脱离起源先王 方寒副手而立 并不动手 我刚才想了想 还是大发慈悲 因为现在是用人知己 方寒 你就别演戏了 多宝天君死死地盯着方寒 你根本没有想着 要放过我们两人 而是动了必杀的心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哼 你现在是用语言麻痹我们 好使得我们放松警惕 然后一举偷袭 虽然你现在占据了上风 但是你却害怕我多宝的手段 因为我有最后与死网破的绝杀之招 你怕了 多宝天君 你果然是赫赫威名 不是白给的 方寒脸色一寒 不错 我是对你们两人动了必杀的心思 你们两人也别打逃走的心思了 就和我拼死一战吧 让我看看 你们两人拼命的手段到底如何 生死 就在这一战 能够与死网破 逃跑得了 就看你们两人的本事了 轰隆 方寒身躯上一股气流爆炸而出 巨大的冲击破 横扫四周 自己布置的大阵都一下崩溃开来 他居然放开了封锁 本来 方寒在四周布置下了绝杀大阵 围困住多宝天君 太上天君 防止他们逃走 但是现在却彻底放开了进法 似乎根本不怕 两人逃走似的 这本来是绝好的机会 太上天君一看见进法放开了 几乎是立刻就想钻出去 但是多宝天君却没有动 看见方寒这一幕 他的一颗心沉了下去 方寒的这个举动 比起封锁虚空 给他的压力更大 原先方寒封锁四周 还表明自己心中 害怕两人逃走 把握不大 心里有忌惮 但是现在大大方方放开进法 就表明摒弃了所有的顾忌 有了绝对的力量 可以掌控一切 而且也彻底放开了 不惜一切代价 击杀两人 在这种气息压迫之下 多宝天君简直是感觉到了 真正的生死存亡 天空之中 一生生无形的丧钟响彻起来 末日毁灭的音符 也凭空出现了 多宝天君心中 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了 其实他们心中都会产生预兆 所以是感应生死之天机 多宝天君心中猛的一惊 这是紧诏 难道 我多宝今天要陨落在这里 死在这个黄口小儿身上 不 我多宝天君纵横十个纪元 因为其欲 修成天地一体的境界 寿命超越了普通的天君 几乎是可以 和先王一般无二 有这样长的寿命 我完全可以冲击先王的境界 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的未来 无限道路 我要逆转命运 打破枷锁 斩杀智骨 谁要杀我 我就杀他 我的一生 注定是要击破种种大劫 成就永生的一条道路 多宝天君心中怒吼 脸色却越来越平静 看着方寒的双眼 深邃而坚决 方寒 很好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次是我的大劫术 你是我的命中克星 如果我这次能够逃得过去 必定要斩你纪元门满门 也成功地削弱了你的气域 从此之后 先王之道可欺 今天 我就要让你看看 多宝天君 为什么会威名赫赫 杀 轰隆 多宝天君动了 产生猛烈的攻击 不过 他的攻击却并没有对着方寒 而是出乎意料地 对准了身边的太上天君 这次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一掌批出 正好就击在了太上天君的命门上 太上天君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 转过眼神 不敢相信地看着多宝天君 宝种自爆 滑光催动 毁天灭地 神行无碍 多宝天君狂吼 手掌之中 一道极其强烈的吼叫传递出来 是一道符 立刻引发了对方天君本源的骚动 太上天君立刻就觉得 自身身躯散乱 所有的庞大元气暴走 不能自己 身躯也好像吹了气的皮球一般 剧烈膨胀起来 瞬息之间就长成了一个圆球 飞快地朝着方寒飞了过去 夺宝天君 你 太上天君临死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上天君 不要怪我 我比你强 比你有潜力 所以不能够死在这里 逃过这次大劫 我的生命之中就没有结束 从此之后 逍遥自在 修成先王 只可待 我在你的身躯上 打入了我 炼制的无上至宝 天暴秘术华光种子 直接会引爆你身躯之中所有元气 毁灭这片天地 摧毁方寒 我得以脱身 电光石火一般的神念 在太上天君的脑海之中闪烁着 他这才算明白了 多保天君为什么要这么做 居然是牺牲他来 换取自己逃跑的生计 轰隆 千君一发 不容有任何的忽视 太上天君飞向了方寒 陡然整个人爆炸开来 立刻无上的宇宙 借上借这一块时空 全部都彻底消失了 人间蒸发 太上天君是十一个纪元的修为 想一想 十一的纪元的修为自爆 能够产生多大的威力 一个普通的天君自爆 天庭十万大洲所有的地狱 都恐怕要被波及 彻底消失 什么中洲 虚洲 全部都要露尘 十个纪元以上的天君自爆 天地都要毁灭 多保天君是狠 狠得不可思议 居然在瞬间 就暗算了太上天君 使得他自爆 然后自己乘机逃走 他相信以太上天君的自爆 方寒就算不死也重伤 他不管怎么样 逃之夭夭是可以的 一片毁灭 混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活下来 在自爆的刹那 整个界上界的地狱 都被打穿 甚至可以看到 下面天界的通道 走 多保天君疯狂地向外逃窜 那毁灭性的风暴冲击在他的身上 直接使得他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是他丝毫不在乎 一枚枚的造化神丹 诸天神要不停地吃了下去 速度比光还要快千百倍 在无数的时空中穿梭着 身后的时空一层层地毁灭 就好像天地提前到达了末日 方寒这一下 不知道怎么样 死定了还是重伤 等毁灭过后 我就悄悄地潜伏过来 看看此人的下场如何 多保天君的心中 无比怨毒 但却有一种逃脱的快意 他以太上天君一命 换取了自己的一命 第1758章 击杀多保 五 方寒 我迟早会把你斩杀 来报今天的深仇大恨 多保天君猛烈地逃窜 不过他的心中 没有产生对于太上 一点内疚的情绪 太上天君 你是方寒杀的 等我修成无上神通 就会帮你来报仇 如果不是你的牺牲 我们都得要死 现在你的牺牲 换来了我的存活 从此之后 起源先王的计划 还是能够延续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已经得到了永生 多保天君内心深处 猛烈闪烁 要逃到无穷无尽的天边去 与此同时 在那爆炸的最中央 方寒动了 多保天君 好狠的手段 居然直接牺牲太上天君 来和我对抗 方寒的脸色 出现了一丝佩服 面对爆炸的巨浪 他突然出手 开始召唤 命运扭转时间 命运缔造虚无 命运浓缩世界 命运锻造乾坤 一股铺天盖地的无敌力量 猛烈奔腾了下来 到处都是命运之力 居然凝结成了一尊门户 是永生之门 这巨大的永生之门 开始颤抖着 犀利从其中散发出来 时间停止了 把爆炸也停止了 毁灭性的力量 居然开始向内收缩 到达最后 无数爆炸散开的力量 被全部吸入了永生之门中 那些散发出去的力量 居然再次凝聚成了一尊 太上天君 方寒居然是催动大命运术 逆转这一刹那的时间 回到了天道远点 追溯到达爆炸之前 太上天君的形体 回归到达了爆炸之前 这是无比精妙绝伦的神通 大命运术独有的手段 在一刹那的时间内 扭转命运 恰到好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被多宝天君暗算了一计 刚刚爆炸 怎么又被聚容了元气 太上天君一出现 脸上显现出来了 悲愤无比的情绪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最关键的时刻 多宝天君拿他做了挡箭牌 多宝天君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太上天君大吼连连 太上天君 多宝天君我 自然会收拾他 他已经被我的道书锁定住 无论是逃到天涯海角 都难逃我的追杀 而你现在 没有了机会 就成为我的 纪元神阵中的一个阵眼吧 方寒绝对不会 给太上天君一点机会 大手一抓 就把这人情拿了回来 方寒 方寒 放过我 我现在已经彻底看清楚了 多宝天君的面目 绝对不会和他同流合污 我也可以放弃 启元先王的阴谋 全心全意地辅助你 只要你不杀我 不炼化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太上天君慌忙了 他真正地服软了 被多宝天君 作为了挡箭牌之后 心灰意冷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注定要死 方寒可是不会相信任何天君 尤其是阴谋陷害自己的天君 而且谁知道 以后起源先王出来之后 这太上天君 会不会再度反水 在他的推算之中 太上天君的反谁可能性 高达九成九 碰 他一把抓下 太上天君头颅粉碎 所有表情 就定格在了这一刻 随后浓烈的晶体神国 把太上天君的尸体 全部包裹住 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惊人 尤其是他身上的九道清光 也冻结了 成为了方寒身躯的一部分 巨大的身躯 缓缓缩小 成为了一个阵眼 方寒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炼化了他 全身的力量沸腾起来 冲天而起 毁天灭地 他的背后 稍微一动 九道清光也闪烁了出来 微微一刷 九清神光冲天而起 把所有的元气纷纷平定 妙哉 太上天君的修为 为我增添了不少本源 尤其是九道仙光 经过了大命运术的洗礼 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 方寒默默感受着 自己体内的变化 十三个纪元的修为 蠢蠢欲动 虽然离突破 十四个纪元的 无上修为境界 还差得非常的远 不过也在一步步 迈进这个至高的境界 只要吞了多宝天君 我的修为 会有很大机会 再度突破吧 方寒心中盘算着 他已经知道 多宝天君此人 深藏不露 身躯之中无数的质宝 全部炼化 自己得到的好处 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多宝天君想跑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他在炼化了 太上天君的同时 刷 整个人直接消失了 怎么回事 我感觉到 爆炸的空间波动停止了 以太上天君的 本源爆炸 引发的毁灭性打击 不可能就只会造成 这样一点点影响 多宝天君 在猛烈地逃窜 但是他逐渐地感觉到 后面的法力波动 居然一下停留了下来 不禁心中疑惑 莫非是那方寒 施展出来了逆天手段 阻止爆炸 不过就算这样 他也难以成功 最多只能够压制而已 还要身受重伤 但是也说不好 那大命运术 乃是古往近来第一起功 说不定有一些 起死回生的妙用 我还是不反回去看了 先逃走再说 逃到乾坤城中去 乾坤城乃是乾坤之主的地狱 城市之中禁止泄斗 你方寒再厉害 能够厉害得过乾坤之主 只能够被直接斩杀 他继续向前飞行 但是 就在他飞行的刹那 突然看到了 前面出现一个人 停留下来 脸上这一刻的表情 极其精彩 因为 前面那个人 正是方寒 跑 还跑啊 多宝天君 方寒脸上显现出来了笑容 看着多宝天君 好像猫在玩弄毛鼠 怎么不跑了 还想跑到什么乾坤城去 借助乾坤之主的力量杀我 那乾坤之主 好像就是你口中所说的 单界之主 刹那天君的师父吧 不错不错 也是我的一个大仇人 我迟早有一天 会把他也练化了 成为我的纪元神阵一部分 方寒 我引爆了太上天君 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脱身出来 多宝天君低吼着 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大命运术的神庙 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 我的境界 也不是你能够猜测得到的 我说过 你在我的面前 根本无法逃走 现在可算是明白了 再跑一个 跑一个给我看看 方寒玩味的笑道 充满了戏血 方寒 你太过分了 我多宝天君 叱咤一声 戎马逍遥 纵横无敌 你真的以为 能够斩杀我 简直是个笑话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的真正手段是什么 万宝盒 出来吧 嗡 多宝天君在狂吼之间 一条河流出现了 这条河流 从他的身躯上飞了出来 在空中化为一条滔滔天河 在那天河之中 成千上万的法宝在游荡着 这些法宝有圣品仙器 有极其强大的王品仙器 还有许多诸天神物 每一件 几乎是都可以抗衡天君 其中强横的法宝 甚至可以斩灭天君 嗖嗖嗖 他的身躯 隐藏进入了万宝盒之中 操纵成千上万的法宝 对着方寒进行轰击 方寒站立不动 大手一抓 一阵 一件件的法宝 都从万宝盒之中飞起 落入了他的手中 包枪剑挤 抚钩毛边 各种法宝 居然被他一抓而收去 哗啦哗啦的响动之间 那万宝盒的水都沸腾起来 蒸发了一大半 多宝天君在万宝盒之中 一下就显现出来了自己的身躯 剥夺 方寒身躯跳跃 一步踏出下 一指点出 洞穿万古 直击多宝天君身上的铠甲 蹦 这一击 是天元一击 打得多宝天君凌空飞起 身上的铠甲瑟瑟发抖 口中鲜血喷射出来 几乎是不能够把持住元气 万宝盒 果然神奇 全部都归于我身吧 方寒双手一举 晶体神国运转起来 化为了巨大漩涡 那万宝盒风卷残云一般 全部都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这一下 他似乎是感觉到了真正的满足 那万宝盒 是多宝天君 清净一生心血 锻造的最强神物 融合了成千上万的法宝 在河流之中 汇聚成红流 一旦施展出来 任何人都要被法宝红流给击杀 多宝天君 一生之中 和法宝有缘分 传闻之中他 刚刚一出生 就被从永生之门中掉落出来的宝字砸中 然后就开始一步步地称霸诸天之路 他的运气 也是宇宙之中顶尖的 几乎是出门都可以随便找到宝藏 随便走路 就会被天上掉落下来的宝贝砸中 而且每次天地破灭 永生之门中的神物 他都可以得到不少 这种逆天的法宝运气 造就了他现在强大 因此 这万宝盒的威力 几乎是不在风扇祭坛之下 虽然没有风扇祭坛那么精妙 但是力量上却丝毫不逊色 甚至还要强一些 方寒吞了万宝盒 终于觉得体内的积蓄开始饱满了 真正到达了13个纪元最高的巅峰 还差灵门一脚 就可以进入14个纪元修为的无敌程度 14个纪元的修为 在界上界 也是无敌的强者了 对上乾坤之主 也杀不了他 可谓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多宝天君 不要挣扎了 你一步步地削弱 我一步步地增强 到达现在 你还有反抗的能力 方寒再次移动 巨大的身影 就彻底淹没了多宝天君 第1569章 十四纪元 方寒 我和你真正地拼了 多宝天君再次爆发 身上的万甲之王展开 飞腾起来 化为了一双宽大的羽翼 有些和自由之意想同 不过是法力幻化 他游走在色空虚实之间 躲避开方寒的攻击 进行反击 色空三招 色有相 空无相 色空合一 虚实变化 刹那之间 他居然打出来了一种远古绝学 传闻之中 远古有一尊先王 叫做色空之主 留下来了一套绝学 色空拳 在很多纪元之前 落入了多宝天君的手中 现在 多宝天君终于施展出来了 这一套远古绝学 所向无敌 企图反击 对着方寒把烈士翻转回来 色空拳 一色一空 色色空空 空空色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交叉变化 满空都是多宝天君的掌影 如果是一般的天君 恐怕就要被这一套绝学 直接弄得陷入幻境 便别不出来色空虚实 可惜多宝天君面对的方寒 方寒冷冷一笑 大手翻盖 如墨盘一般 崩塌下来 手掌催动之间 真气爆破 一掌一拳 就把色空之道给 彻底毁灭 震得多宝天君一个 倒飞了出去 口吐鲜血 身上的万甲之王 再次爆发出来了 墨绿色的金芒 多宝天君 你精通起源之道 我就让你真正看看 什么叫做起源之力 什么叫做起源之道 无尽起源 方寒全身一震 在多宝天君 惊讶的眼神之中 一道起源之力 从天而降 汇聚成了巨大铁拳 演化为了无尽的海洋 嗡 无尽的海洋 直接就淹没了多宝天君 多宝天君 几乎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挨了一拳 被打得再次口吐鲜血 喷射出来 眼神中都流淌出来 鲜红的本源气息 身上的万甲之王铠甲 都出现了裂痕 脱掉你的铠甲 方寒一抓 咔嚓咔嚓 多宝天君身上的铠甲 就完全飞了起来 尤其是那个甲字 暗淡无光 被方寒彻底压制住 然后缓缓地 从铠甲上飞了出来 落入方寒的掌握之中 最后 那墨绿色的铠甲 也整个被方寒剥夺 化为一个墨绿色的欲王小球 进入了方寒的身躯 这件铠甲 万甲之王 威力巨大 比起天尊神医都要强横 是传闻之中 一尊高手甲蚁之主炼制锻造的 这甲蚁之主 不知道是多少纪元之前的高手 天地大破灭 经历了无数次 在造化先王之前 就陨落消失了 不过他留下的宝藏 还是被多宝天君得到 可惜的是 现在多宝天君的所有欲运 都被方寒掠夺 自身也成为了方寒的祭品 万甲之王一下被掠夺 这下多宝天君 就彻彻底底地失去了抵抗能力 多宝天君的修为 虽然到达12个纪元的巅峰 但是面对现在的方寒 没有半点抵抗能力 就被直接擒拿住 大手一捞 轻轻射取 方寒就提着一只 等待宰杀的攻击一般 捏住了多宝天君的脖子 凌空提起 在空中一动不动 如钢铁立柱 强大的法力 禁锢了多宝天君的全身 多宝天君 你现在还怎么阴谋算计我 多谢你 如果不是你的人字 我无法突破 到达13个纪元的境界 如果不是你 我也得不到切须之剑 天道之轮 山海二子 九道仙光 太上天君的所有法宝法力 还有你的万宝盒 万甲之王 也修炼不到13个纪元的巅峰 方寒彻底掌握住了局面 赫赫有名 曾经天界第一天君的高手生死 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也就不急不忙 缓慢淡定地道 你很是不凡 身躯之中有天地一体的境界 炼化了你 我晋升到达14个纪元的修为 你说乾坤之主 在我的大命运术之下 也奈何不了我吧 方寒 我不得不承认 你是有一些厉害 多宝天君的神色先是很辣 随后怨毒 然后却平淡了下来 有一些誓死如归的味道 不过 只要起愿先王一回归 你也就没有了活路 你现在在这里修行突飞猛进 但是诸位先王在永生之门中进步更快 他们出来之后 你依旧要成为他们的祭品 我现在死在你的手里 而他日 你会死在这些先王的手中 我也不用多说 你要杀就动手 如你所愿 方寒就要把自己的法力 攻杀进入多宝天君的体内 慢 多宝天君突然叫了起来 方寒 如果我用电母天君的秘密和你交换 你会不会放过我 哈哈 方寒大笑了起来 看着多宝天君眼神之中 全部都是戏血 多宝天君 你还是怕死啊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不怕死 越是强大的存在 越在乎自己的生命 不过 电母的下落 我大约已经知道了 就在李永生之门很近的地方 我不会去自己寻找他吗 哼 电母天君在前不久 在乾坤城显现出来了一面 似乎是要通过乾坤城 而进入戒上界的深处 寻找永生之门 可惜的是 却被乾坤之主的大弟子发现 于是现在石城联盟 都在暗中追捕他 企图把他禁锢 逼迫出来永生之门的奥秘 多宝天君道 你不杀我 我凭借起源先王的福兆文明 可以说服乾坤之主 使得他放弃 追杀电母天君的想法 如何 哼 什么石城联盟 一帮土鸡娃狗 还想追杀电母天君 一个个都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我在以后会把他们一一击杀 这个多宝天君你不用担心 你的花花长子 我还不知道吗 早就想去见乾坤之主 然后和他一起来对付我 你认为 我会放虎归山吗 方寒最终下了杀心 多宝天君 要怪就怪你自己和我作对 如果有下辈子 你还是选择臣服我 做我的奴隶好了 碰 方寒巨大的力量 直接涌入了多宝天君的身躯之中 把他撕裂炸开 随后 他的每一寸元气 都被晶体神国包裹 然后方寒开始吸收 多宝天君 不愧是百族之虫死而不僵 还在不停地挣扎 一些灵魂碎片 散发出来了强烈的怨念 不停地产生着虚空诅咒 方寒反手一掌 把所有的诅咒都打灭 然后开始修炼 吞噬 多宝天君是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且修为在十二个纪元的巅峰 身体之中蕴含的神物 几乎是不可思议之多 方寒并没有直接炼化 而是打入了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三十三天至宝 封天锁 镇天环 吴天散 这些宝贝都已经到达了极限 现在唯一差的就是天地一体 多宝天君的身躯融入了其中 和三十三天至宝相互结合 巨大的宝字闪烁着光辉 方寒再动用了大命运术 猛烈祭炼者 不一会儿 多宝天君就无声无息 全部沉寂了下去 他的灵魂带着不甘心 不情愿 强烈的怨恨和诅咒 最终消失了 对方寒无法产生半点伤害 一尊叱咤风云的天君 就这样的彻底陨落 一切修为都做了别人的嫁衣 好强烈的本源 方寒感受着多宝天君的本源 几乎是比太上天君要强横 十倍都不止 而且体内蕴含的天地一体境界 几乎是可以和自己并驾齐驱 一下融入了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方寒的修为节节攀升着 每一寸的晶体神国中 都散发出来了强大的气息 三十三天至宝一阵 洪中大旅 响彻万界 每一件法宝都在和天地共鸣 紧密结合 改变着天地的法则 随意扭曲之间 化为了可以代替天道法则的存在 天地一体 就是把天地都纳入自己的一体 自己替天行道 行使法则和规则 最终到达至高的顶点 方寒原本 久久不能够使得 三十三天至宝化为天地一体的境界 现在融入了多宝天君的身躯灵魂记忆 修道经验 还有对于法宝的理解 终于晋升 在三十三天至宝晋升的时候 同样 他的境界也一下突破了 直接到达了十四个纪元的修为 浑身都散发出来了一种异样的光环 那大命运术的气息 浓郁得不可思议 稍微一挥舞 天空中命运就组成了一道交响曲 响彻在任何人的耳边 十四个纪元的修为 终于成了 比起戒上界第一高手 乾坤之主就相差了一个纪元 方寒上得界上界 才几日时间 可谓就突飞猛进 在天界 它只不过是十二个纪元的修为 现在居然到达了十四个纪元 虽然是短短两个纪元 但却已经不可能晋升的修为 一般的天君 就算是那种大气运者 在十二个纪元的修为以后 再突破 就算是经历一次次的天地大破灭 都不可能会增长上去 比如多宝天君 两个纪元的修为相差 就是两次混沌轮回 相差实在是太大了 无论是力量还是境界 都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十四个纪元的修为 可以傲视群雄了 方寒根据三大巫组的消息情报 知道在这个界上界之中 十四个纪元修为的高手少之右手 就算是